… 提起癌症 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想起 肺癌、肝癌等等 其實不同的器官都會生癌 而且腫類五花八抹 喉嚨會生癌 舌頭會生癌, 耳朵會生癌 甚至平時看不到的鼻煙也會生癌 而且噎上來一點都不容易 今天的主角就是專醫 耳鼻喉頭頸腫瘤的專家, 韋林醫生 耳鼻喉和頭頸腫瘤會影響鼻人的吞咽問題 有時候引起說話的問題, 呼吸問題 甚至有時候耳容都會改變 我想幫這群特別的病人 所以做耳鼻喉頭頸外科腫瘤的醫生 相比起其他耳鼻喉頭頸的癌症 患上鼻煙癌是比較難發覺 鼻煙在頭的正中央, 是鼻腔的盡頭 在喉嚨上面 鼻煙生癌一般都是因為遺傳 而在廣東地區的患者特別多 所以, 鼻煙癌也叫做廣東瘤 廣東人的基因有些變 所以鼻煙癌的機會比較大 我最初不知道的 有頸部會一直塗, 塗後又塗後 我說不用塗 廣東人有看一件事 多數是鼻煙癌, 只要看鼻煙 鼻煙癌的主要徵狀有四種 第一種在鼻出現, 例如流鼻血, 鼻塞 怎麼經常都是這樣 第二種在耳朵出現 例如耳鳴, 耳痛 第三種是腫瘤太大影響頭的神經 會令人邪惡, 甚至臉鼻 第四種是甚麼都沒有 但是鼻煙癌的鼻煙癌 走到頸部的淋巴 為什麼頸部有三顆核 或者是龍眼、荔枝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 首次看醫生, 頸部也有顆核 這裡或這裡, 兩邊都可以 鼻煙癌原來跟EB病毒 有很密切的關係 最新的科技, 只要測試血裡的EB病毒 就可以知道自己患鼻煙癌的機會 準確度達到九十九個巴仙 當然, 如果想再確定一點 就要找醫生做一個更詳細的檢查 找小賊在吊鐘後面伸上鼻煙 刮一刮它 這支插位有點向上彎 就放在口裡, 然後一轉 在吊鐘後面上去 病人多數有一點反而是嘔嘔的 一嘔, 更好 把鼻煙裡的汁拿出來 這支插位就摺到表皮細胞 拿去驗一下有沒有EB病毒 擔心的時候 才再做落梯 看看有沒有腫瘤在鼻煙裡 幻想鼻煙癌 一般都是用電療和化療去醫治 每天都要來的 頭三個星期就沒甚麼辛苦 有些人都照樣上班 但到第四個星期 第五、六個星期 就有電療和化療的效應出來了 所以口痛、吃東西有困難 抵抗力會比較差 人家容易累 身體也會比較差 多數會瘦一點 不想病人受苦 醫生會用外科手術切除腫瘤 腫瘤很小 我用內盔頸在鼻孔裡面 用口庫放內盔頸進去 把腫瘤切除也可以 如果再大一點 我們現在用機械鼻 機械鼻就經口進去 就是在很小的範圍裡面 都可以把腫瘤割除 但腫瘤的位置 要在鼻子中間比較好 等它凝固, 你也能把腫瘤切除 因為不凝固, 不同脫出來 如果肚瘤太大 也做不了內盔頸和機械鼻手術 我們想想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是來找外科醫生 就想用手術來治療 我覺得阿… 阿…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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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被烟癌復发的真人真事 我還很記得那位先生35歲, 姓黃 他是香港人, 在深圳工作 電療、花療 他說方便一點就在深圳電 還有一個方法, 回來香港 我們再幫他用另一種電療的方法 誰知道又再翻了 他說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治療 他說書上面就沒有了 不過我們設計了一個新的手術 你想不想試一試 黃先生就同意, 我們試了第一個 一個從來都沒做過的手術 對病人來說, 是一場生命的賭博 而醫生就掌握著這次賭博的誠語辦 我都戰戰兢兢的 我都擔心有什麼病白症會發生 鼻子附近最重要是有一條頸內動脈 我們其中 如果切斷這條血管, 病會中風死 這條血管就不能碰到 下一節 一直沒有在真人身上做過的手術 究竟可不可以幫到黃先生呢? 你現在 Buongongong 當然是可以用近向阿rz, 分兩部分 我知道如果我能七起棉 真準用我第一部分 呢? 我估計多數都能撐回來 我打算有幾成的把握 有九成以上的把握會撐回來 稍後回來, 進手術室 直擊匪夷所思的蕉臉手術 鼻衣癌復發的黃先生 蔡勇電療也無效 於是他接受韋臨的建議 成為歷史上 第一個做鼻衣癌揭面手術的病人 先生, 很快, 做是唯一機會 但我很有信心, 我們會成功, 你放心 第一次做這個手術是1989年2月 當然心情緊張, 不過也沒什麼擔心 因為在結構上我們知道是做得到的 所以做的時候是專心做, 盡量做好 就不會想一下行不行 因為我們知道多數都行 因為有前面的手術要做過 應該是看不中去的 因為我們到處女生類的 船尾行的 我們要收藏出來了 我可以收藏出來的 我們先收藏出來的 然後你們要收藏出來的 我們要收藏出來的 然後就算你收藏出來的 整個碎盒子掉下來, 黏著麵皮 整個碎盒子連麵一起都可以揭開 鼻煙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鼻煙裡面有腫瘤 這個腫瘤可以全部曝露出來 就可以全部切除了 由開麵、揭麵、切除腫瘤 再回復原狀 史上第一個鼻煙癌揭麵手術 總共做了八小時 把骨瘤砍掉, 用了很多時間 把骨瘤砍掉, 可以把病人交出去 給他太太看到 他有一點鬆口氣, 治好病 大家都很開心 一心想著可以幫黃先生根治鼻醫癌 不過手術的結果不太理想 過了一年半, 總得有犯法 因為我們還是歸根 或者當時的經驗不夠 如果我們切得再切得一點 病人的醫療的機會就比較高 手術雖然阻止不了鼻煙癌復發 但就讓黃先生可以多活兩年 如果現在再讓我們做 我的醫療的機會把握比那時候高很多 由第一個醫療癌的揭麵手術開始 偉林醫生已經做了這個手術超過三百次 隨著經驗累積和科技進步 今天的揭麵手術比起第一次 已經進步了很多 接下來的真人真事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我叫吳朝珍 我有兩個孫兒子, 一個孫女 吳生家有家族遺傳的病歷 爸爸和弟弟都有患過癌症 而他自己就患過鼻煙癌 放射治療和藥物治療一起做 做了兩年, 總流便回家了 有人叫他再電療 要再電, 多數後遺症會很大 而且他以後的生活質素就會差 最擔心的應該是太太 我聽我的朋友說 她說太太不敢在你面前哭 她說其實在我們面前哭也很多次 其實這件事我早就知道 她也很擔心, 自己是感受到她的 吳先生和韋琳第一次見面 最難忘的是韋琳處理病人的態度 她的人很開朗 她開朗就令我們開朗了 就沒有了那種壓力 醫生有時候要硬硬硬硬 或者她想像拳威一樣 拳威不一定要硬硬硬硬 當初來看我的頭頸的癌症 一來, 整個片段 接著有五、六個親戚陪來 就知道就糟糕了 你再呼起一臉 大家一起都沒有心機 不需要的 那不只是醫病 顧著病人, 心裡怎麼想 我們都沒有了 也不知道外國外國人 其實中間女的女孩 我看看她 Eisenhower的帳龍 她的位置是陪我 她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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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說 她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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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材料 用了她的身分 她的身分 她真的有不害人 這件事很…自己不懂解釋給你們 新一代鼻衣癌揭面手術 是韋林累積幾百個手術的經驗 而改良出來的 叫做弧形手術 平生的手術當然要改良手術 就是說骨的切口和軟棕的切口 不是同一個平面 第一個揭面手術 是由口腔的肌肉直接切上去 而弧形手術 就將口腔整塊肌肉揭開 口中的穿的肌肉很小 面的切口是比較仔細的 就縫得會好一點 在第一個揭面手術 韋林在臨尾縫合頭骨的階段 才度位轉洞和上螺絲 而新一代的手術 在開上骨和拳骨之前 已經轉洞 而用來固定的材料都很不同 以前是用鋼板的 現在是用鈦金屬 所以反應和乳合效果全都好很多 以後我們做熟了 這些步驟就快很多了 然後放上骨骨就很準確很快 就可以把肌肉弄出來 韋林的經驗令手術更加安全 大大縮短了手術的時間 只要揭臉和撕開臉 過兩小時已經完成了 困難之處不是揭開臉和撕開臉 而是看腫瘤多大 如果腫瘤切除需要的時間 整個手術的時間就長了 一般來說大約六小時都是做完的 我做完手術 還沒出過緩衝區 那個醫生已經帶我女兒去比愛傑 第一眼看到女兒就笑 是的,挺開心,聽到 做了手術三年 吳先生已經完全康復 臉上看不到揭過臉的痕跡 鼻咽癌也沒有再復發 一個手術救回的不僅僅是病人 而是一個家庭 都沒有選錯做揭臉手術 如果不錯,可以跟他們一起 去踩單車、游泳、打打打球 現在很開心 其實真的很感謝衛林教授 身為鼻咽癌揭面手術的權威 現在都會有世界各地的醫生 來到香港學習這個手術 不是說教不教的 多數是東南亞、中國 或者西方都有些醫生來香港 看我們怎麼做手術 然後學會了他們回去就他們可以做 不是我的錯誤 大家坐下,很多醫生坐下 大家在圖上畫 然後在解剖,一起合作做 我們剛才做了一步 如果你不做,可能一年後兩年後 在別的地方也會有人想到這樣做 手術沒有專利的,改良 你改良很多地方好的時 你又再寫上去 大家又再跟你做 這樣醫學、醫學才會進步 就是以前的小說話 你只是師父懂功夫 師父去了,那些東西就失傳了 揭面手術 為鼻咽癌病人帶來希望 令病人跟他們的家人重拾歡笑 幸福和開心,你帶給別人 別人會帶給你 你有病的時候 你家裡很多人會支持你 你醫好了之後 你又會支持其他人 大家互相支持 希望大家一起幸福和開心 下一集 由鋼板螺絲開始 到今天的創傷骨科 每位醫生都整裝待發 隨時救護危急的骨折病人 醫生為何受人尊重 就是要維持這個專業的精神 最重要是我們每一個病人 都有同等的機會和最好的機會 改變香港骨科歷史 是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鵝 前列腺癌 是本港男性最常見癌症中 排行第三 病症包括小便困難、緩慢 減弱,甚至大血 但這些病症也會出現在 良性前列腺肥大症的患者身上 各位男士,如果有疑問 盡快找醫生談談吧 MING PAO CANADA'' GEDA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